东北美女靠海参年收入上亿 不仅她的海参比同行多赚三倍钱 而且没人要的海参肠子 她也能便费为宝 一年卖出1700多万元 这是怎么做到的 一开始李晶怡有着年薪50万的工作 生活过得悠闲又安逸 而她之所以会养海参 全都是因为2013年的一场海参危机 李晶怡的老家庄和氏 是海参的主产区之一 受到市场行情影响 海参的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 从2012年的120多元一斤 跌到了30多元一斤 很多企业都破产倒闭 养殖户也纷纷退出海参行业 当时李晶怡的父母 也经营着一家海参养殖场 受市场行情影响 20多万斤的海参卖不出去 亏了很多钱 父母就想低价转手养殖场 但李晶怡却从这场海参危机中 发现了商机 一个行业其实就是 很难重新再洗牌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每一家企业都在同一个气泡